林莎莎,身材高挑穿高跟鞋,接近175,是大学时候的班花,颜值不算最出众,但身材是真的要人老命,大学期间除了校花之外,就数她最漂亮了,可最后却便宜了我,原因是在那段她失恋的空窗期,我给了她平凡的温暖和安慰, 让她在一毕业就嫁给了平凡的我,每次云雨过后,我都在想,这辈子真的没有白活,少活20年都愿意,就因为她的身材太棒了,肌肤吹弹可破,大腿笔直又有弹性,傲人的宏伟,真要人老命,可最近老婆很奇怪,原因是去了一趟同学聚会,在聚会上老情人见面,同学们还在调侃, 说,要不是陈锋劈腿,也轮不到我这个小小科员,娶到林莎莎这么个大美女,陈锋看我脸色尴尬,连忙跳出来,打了个哈哈,说,大家可别这么说,莎莎现在不也嫁得挺好的吗,黄黎好歹是个办公室科员,以后要是生了,那可是一方市长啊,咱们还得提前抱大腿呢, 我知道陈锋这事,在给我台阶下,可这话听起来,那么像是在讽刺,我只是个街道办的小科员,生一辈子也不太可能到市长那种位子,碍于是同学,我也只能应付着打了个哈哈,这事就过去了,可当天晚上,莎莎就不让我碰了,凌晨两点多,我郁闷地起来抽了根烟, 却听到了莎莎说梦话都在喊陈锋的名字,而且面色潮红,似乎是在梦意,我当时就醋意大发十分不爽,趁着她梦意的时间,直接就吻了上去,然后上下起手,还别说,在梦中的她比平时的劲儿都大了很多,这一次我完试后还在回味, 而她已经沉沉睡去,可是她在高亢的时候,喊的名字都是陈锋,没错,老婆嫁给我之前,已经不是处,她的第一个男人就是陈锋,我气急,但也没有办法,而她做梦都是和陈锋,我真是不爽到了极点,到白天的时候,我阴阳怪气了她几句,她就开始质问我,怎么? 黄林你有病啊? 看我什么都不爽,你娶我干嘛? 我一下就来火了,对,我是有病,找个不适处的,你去找你的陈锋去吧。 我不说还好,一说立马点燃了导火索,她一下就蹦起来了,你什么意思? 同学会也是你让我去的,现在吃的什么飞醋? 真是有病,看来同学们说得不错,我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,你还真不如人家陈锋混得好,我真是瞎了眼,才嫁给了你。 我斜眼瞎了她一眼,好笑地说,是是是,也难怪你做梦都是人家的名字,我一边说,一边观察她的表情,她脸色由微变,变成了京剧。 看来昨晚上,她真的记得做梦梦到,和自己梦意的人,就是陈锋,而不是我,真是骚得可以,我还真以为她不记得这个梦呢,兴许是做了那种梦,她觉得有些亏欠我,所以一直到吃饭,她都好生好气地说, 老公,你吃醋,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,可我也希望我们的小家越过越好不是,你是不知道,那陈锋自从我一进同学会,他就盯着我看,恨不得包了我似的,老公,你可得抓紧时间,好好生,争取别让我太掉分了。 说着她还一边靠近了我,为了求我的原谅,这次她很主动,完事后,可是我却感觉到不一样,跟昨晚完全不一样,她还是有些木讷,有些呆板跟死于世的,跟昨晚上那个风情万种的她,完全不一样,我内心嘀咕,这是对我没感觉了,隔天跟老同学兼大学室友的剑波吐槽这时,剑波喝高了以后,说了句, 嗨,当年你能追到林莎莎,我们这帮子兄弟没一个能看好的,觉得你就是陈锋的替代品,最多好不过一个月,可是你小子死缠烂打,软磨硬泡,这也是你的本事,硬生生把女神拖到了结婚这一步,成了你的禁卵。 说句不好听的,老同学,当年大学的时候,莎莎和你出对象期间,没少跟陈锋见面,你觉得你当时戴没戴过绿帽? 她这么一说,我寻思了起来,是啊,当年我就是抓住了她和陈锋分手的空档,才有机会的,当年的陈锋和她,简直就是戏里面的金童玉女。 天生一队,陈锋会跳街舞,沙沙会唱歌,两个人还在大一的心声迎心晚会上,展露头角,虽然比不上校花的那些组合,但在戏里面是出尽风头的。 反观我,普普通通,平平凡凡的一个大学生而已,普通本科,普通到在普通的人,闸到人堆里面,都没人能认得出我来,要不是靠着家里的关系。 我都进不了街道,这样平凡的我,沙沙凭啥看得上我,还不是我死缠烂打,还不是我脸皮够厚,我就记得那时候,沙沙来了立驾,还跟陈锋闹分手那段时间,连护店都是我帮她去买的。 在她看来,一个男的屈尊降贵的,去给她买这个玩意,是真的爱她,所以她才会最后嫁给我。 那个时候,我对她的包容是无止境的,我当时还答应过她,我说,即便是你跟陈锋附和,我也不会后悔,现在这样对你好,因为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 就因为这句话,当时把冰山一样的临沙沙的心理防线给打破了,她慢慢接纳了我,可当时,是我自己自愿的。 哪怕她背着我和陈锋见面,我也认了,可现在,我已经结婚了,我才想起来这个事,当年,我和她是对象的时候,她和陈锋还见过面没有,就算是见过面,那睡了没有,这才是我最关心的。 也是我最揪心的,看我脸色难看,剑波叹气道,过去的事就过去了,当年也就是你剪了漏,不然莎莎也轮不到你小子,重要的是守好以后。 是啊,剑波,你说得对,我跟她好的时候,她已经不是处了,但她现在是我名正言顺的老婆,那陈锋啥也不是。 我气愤地说,她也只能看着我玩沙沙,啥也做不了。 哈哈哈哈,剑波也哈哈大笑,笑到后面,她突然间不笑了,我问她怎么了,她突然间跟我说,我和你说个事,你别往外说,这陈锋,家里有钱,但是她做的事,不太正派。 听说,她家里做了一家玲珑饭工的美容按摩店,你也知道这种店,明面上是美容养颜按摩斯带的,但是实际上会有一些猫腻。 我瞅了她一眼,骂道,这种地方,本身也就有那种服务,有啥好奇怪的,其他东西来钱不快啊。 她想了想说也对,还说陈锋答应了她,以后有机会,带她进去,也做做美容之类的。 我就笑着说,那你就跟她去吧,难说还能找个对象呢。 去你的?她笑着骂我,隔天,我开车路过的时候,还特意对玲珑饭工美容店的店面多看了几眼,因为我在车里,里面的人也看不到我,我还想着,这陈锋不就是仗着家里面有点小钱。 然后开了这么个带颜色的场所,赚一些黑心钱嘛,这地方,要不是有了上头的打点,肯定开不下去,我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,看了几眼,还真别说,就光是迎宾的姿色都很不错,更不要说前排,服务生等等了,清一色都是大美女,甚至有几个大美女,不知道是盲人还是什么,用黑纱蒙着面,结巴。 白的脸蛋,搭配着黑纱,看起来极其的诱惑,我这才注意到了,上面还有广告横幅盲人按摩,我恍然大悟,原来,这地方不光光是有普通的精油SPA,按摩,还有这种专业的盲人按摩啊。 不过就算是这个盲女,姿色也是数一数二的啊,真不错,难怪这地方是销金窟,就看门口写的一小时198的按摩消费,就知道这地方很赚钱,一个18线的小县城里,普通人一天的工资也达不到200啊。 过了几天,我发现妻子还是老样子,对我不冷不热的。 夜里却总是做梦,梦到跟陈锋做,我就奇了怪了,我老婆是中骨了吗,就想着跟别人,不跟自己老公,我每次和她正经地办事的时候,她就跟死于差不多,反倒是她在梦里梦到跟陈锋,她就热情似火,嘴里还说着什么按摩享受的词语,使劲按。 我可以承受,就这个位置,用力按我的预备,很舒服,我喜欢你。 听得我每次夜尿的时候,都把持不住,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好同学健波,顺便请她大吃了一顿,她喝高了以后,这才告诉了我一个秘密,你老婆沙沙跟陈锋这段时间见过面。 我吃了一惊,什么?我每天守着她,每天下了班就看着她,她那儿都去不了,不可能的事。 怎么不可能?我做装修的,我亲眼看见的,就在玲珑放宫里面,借着美容的名义,陈锋和她见的面。 我当时还假装没看见,赶紧逃了出去,怕那里的经理认出我来,不给我结算工钱。 健波说完后,我直接炸开了锅,我掐着她的脖子怒骂道,去你妈的,老子请你吃喝,你咒我老婆出轨。 我他妈掐死你,健波被我掐得脸红脖子粗,整个人都快昏死过去,也就是饭店的老板赶紧过来,招呼着服务员一起拉开了我们。 不然,这健波真是要被我给掐死了,去你妈的吧,你个绿毛龟,活该当一辈子绿毛龟。 告诉你,你还不信,这顿我请你吧,不用你的臭钱。 健波气呼呼地甩下两张百元大钞,扬长而去。 回家的时候,我还在生气,生的是健波的气,他们这些我的大学同学都觉得我配不上林莎莎,所以语言里重伤我。 因为他们泡不到,所以他们眼红才重伤我的。 可是林莎莎下班回来晚了,我就问她,你去哪儿了? 她告诉我说,哎呀,我这些天感觉皮肤没什么弹性了,也没吸引力了,这不是怕你对我没兴趣了吗? 这几次,你都说我没什么兴趣,所以,我就去美容院里办了个年卡,以后多去美美容,让皮肤好一点。 到时候肌肤吹弹可破,也让老公你对我更喜欢一些,不好吗? 我听了她这么一说,看了眼她的皮肤,确实啊,她现在皮肤有光泽了一些,不过很快,我想起来健波的话,我立马警醒地问她,你是去哪个美容院啊? 林莎莎眼神有些闪躲,哎呀,没什么,就普通的美容院,怎么了?难道你还嫌弃我乱花钱了? 我赶紧说不是,可是,我却留了个心眼,第二天,我请了个下午假,然后偷偷地去了老婆的单位,然后偷偷地跟着她,这才发现,她也是提前早退了,然后就直奔美容院去了,照理说,普通的美容院,我觉得都没啥问题,可是,她进的,却是尘封开的那一家玲珑饭工啊。 我当时就惊呆了,内心里都是健波跟我说的那句话,陈锋和莎莎见面了,按照莎莎每天晚上都和她做梦梦意的规律,我敢担保,莎莎想跟陈锋做不是一天两天了,这下子,真的是如愿以偿了。 那我的头上,那可就直接是青青大草原了,我气急败坏,就想去当面抓住这对狗男女,可是,我左等右等,都没有等到尘封,而莎莎呢,则是正儿八经地去里面做美容去了。 我觉得十分的奇怪,就假装是普通的顾客就进去了,然后,偷摸地溜到了里面去,我看到了给我老婆做美容的是个盲女,按摩的手法和美容的手法都很利落,没有一点拖泥带水,拿精油,按,抹平,按,云开,手法是一流的。 而按摩师傅,那个盲女,也是十分的漂亮,我看她,也是拖得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雪纺衫,看得我心惊肉跳的,妈的,这个盲女,我感觉比我老婆还要对我的诱惑大,再看下去,服务员发现了我,肯定要把我赶出去不可,要是被莎莎,发现我跟踪她,我不但抓奸不成,反而被她误解,那就不好办了。 到时候,万一离婚是我的责任,不但我的工作要被她举报没了,到时候她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跟陈峰那个狗男人在一起,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 晚上的时候,我找了一下健波吃饭,健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,因为我上次骂了她,可是我一再道歉,并且还表示可以请她去五星级的大酒店里面吃饭,她这才消了气, 然后说给我最后一次机会,到了五星级,酒店吃饭的时候,健波看我态度诚恳,就说了句,行吧,看在你有个漂亮老婆的份上,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,原谅你了。 事实是,薄哥,你对,你对,当时都是我的错。 我谄媚地笑着,然后跟她打听有关玲珑饭宫的消息,顺便提了一下那个盲女的事情,她狐疑地看着我,然后问道,你是不是去过玲珑饭宫了? 不然,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? 我挠着头说,是,是去过,这不是一知半解吗? 所以,我这才想问你来着,到底我老婆莎莎和陈锋啥时候见面的? 我咋就不知道呢? 哼,你小子啊,还是不信我。 所以跟踪了一趟,然后没收获,对不? 健波说完后,我立马一拍大腿说道,对对对,波哥你说得对,我还真是一无所获。 请你支点迷津啊,不然我这绿帽子戴得不明不白的,我又抓不到他们的把柄,这可怎么办啊? 哼,健波冷笑着说,也难怪你抓不到,那地方是尽监控的,你偷偷跟踪倒是没什么,喜欢看美女的男人多得事,他们不建议有人偷看。 但是,你要是敢拿手机偷拍,或者拿别的监控设备偷拍,你就完蛋了,腿都给你打断了扔出去。 他一说完,我冷汗都流出来了,妈的啊,原来这么回事啊,我说怎么,我一路跟踪都没人阻止我,原来人家门清啊,只是人家不愿意抓着我而已。 并不是他们没发现我啊,然后他就告诉我了,其实,那里的后门是有暗门的,每个房间里也是有暗门的,甚至是,那个按摩的手术台上都有暗格子,可以往下通往地下室。 我听了以后,一阵阵地吃惊,他还告诉我说,其实那个盲女不是真的盲女,而是假的盲女,只是装成那样的,为了某些客人的趣味。 而且有些客人,包括女性客人,在按摩的时候,不喜欢被人看到自己的隐私,刚好按摩师傅是个盲人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 剑波告诉我说,他其实知道,那里不光是有女的盲人按摩师傅,还有男的盲人按摩师傅,并且,也是假冒的,不是真的瞎子。 我听了以后,惊呆了,还有这样的操作,剑波还告诉我说,他有个老乡,之前就在里面干过一段时间的盲人按摩师傅,赚了不少钱以后,就跑路了, 这事儿,还是陈锋给他联系的活儿呢,这件事,他谁都没说过,包括其他的同学,也就是因为今天喝大了,才告诉我,还叮嘱我,不要说出去。 他还说,要不是看在你老婆,都快把你绿成绿毛龟了,还有我们这些大学室友的铁把子关系,我才懒得管你呢。 听了他的话,我冷汗直流,我就问道,那我怎么办啊,我可能已经被莎莎给绿成绿毛龟了,但是我没证据啊。 抓不到他,万一他和陈锋联合起来,那我怎么办,万一离婚,我辛苦了一辈子买的房,岂不是还得分他一半? 不行,我不甘心啊,剑波摇了摇头,何止是你,我也不甘心,你小子跟莎莎交往的时候。 陈锋这兔崽子就跟莎莎藕断丝连,你小子还能一直戴着绿帽,也不在乎,可你都结婚了,陈锋还这么欺负你,各几个我们都看不惯。 你放心,这事我管定了,我告诉你怎么办,你可以这样,然后这样,过几天,我利用自己的上下班时间便利的关系,跟领导多请了个假,每天提前两三个小时下班,中午也出去溜达两三个小时,等于一天有个五六个小时在外面,领导看我一直是兢兢业业,也不管我就同意了。 而健波,直接就联系上了那个以前做过盲人按摩师傅的人,把我脱关系,给弄了进去,进去了玲珑饭宫里面,当了一名盲人按摩师。 当然,我是需要蒙着眼睛的,即便我不是盲人,我也看不太清楚,因为这个黑纱,我确实看不清楚,只能看清前面来的人与否。 但就算是这样,我也能距离真相更近一步,我知道守株待兔的重要性,在这里待了一阵子,我渐渐地发现了陈锋来的规律,他有时候一个礼拜才会来一次,有时候两个礼拜都不来。 因为他的声音我能听得清,我来这里工作,是用的假名,他们又不查身份证,我进来以后就蒙着眼睛,哪怕我能从缝隙里看见他,他也认不出我来。 第一次当盲人按摩师傅的时候,我就经历了一个中年妇女,虽然是妇女,但是前凸后翘的,就是脸蛋丑。 我按摩的时候,这妇女还在那里指挥我,搞得我脸红心跳的,我无语得很,我是来调查老婆出轨的事情的,不是为了干这个的。 他指挥我按这里,按那里的,很是让我着急上火,回到家,老婆还没回来,我就自己去了卫生间一趟,实在是被那个老妇女给弄得我有些不上不下的,终于等到那么一天,老婆沙沙来了。 他听从了盲女按摩师的建议,说,现在有了一个男性的盲人按摩师,力气大一点,按起来也舒服一些,沙沙听了建议以后,立马选择用我,我听了沙沙要聘用我去按摩她,我就想笑,妈的,这是什么操作,老夫老妻,在异地做着夫妻的事,太离谱了吧。 不过,我还是尽职尽尽责的,去做好自己的事,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,我指了指自己的嘴巴,代表我不会说话,同时也是瞎子,沙沙无语地叹气道,怎么搞的,我以为只是盲人而已,怎么还是个哑巴。 那你能听见吗? 我点点头。 能听见就好,待会儿你听我指挥就行。 沙沙急切地说,好了,脱了吧。 我有些皱眉,这什么意思,沙沙每次都要脱,不管了,反正也就只是外套而已,脱就脱吧。 于是我就把外套给脱了,我生怕让她发现我的身份,特意把灯光给调成了暧昧的紫色,让她根本看不清我的身材,认不出我来。 我一边按,一边听着沙沙的声音,我有些无语了,沙沙就是沙沙,性感女神。 就算是身为按摩师的我,都有些按耐不住了,渐渐地,沙沙她就睡着了,她甚至把自己的裙子都给脱了,我是真的什么都能看见,我就无语了。 这不管是哪个按摩师,都能把她看光啊,最重要的是,这个死女人,她居然睡着了,她居然就这样暴露着,睡着了,我气死了。 这要是换了其他男的按摩师,她不就完蛋了吗?谁忍得住啊? 在外面就这样一点都不爱惜自己,难怪她天天能跟沉风在梦里面,给我戴绿帽,气得我够呛,反正我也忍不住了,我就直接趁着她睡着了,就那样了。 完事后,那个女按摩师进来了,她不是盲女,她看到我的所作所为,骂了句,你搞什么呢?你疯了吗?你才来几天啊,就敢弄这么久,差不多就行了,懂不懂规矩。 万一被顾客发现,我们的所作所为,这里就要停业了,到时候我们就都没了饭碗了。 你这个杀笔,她骂了我一顿,然后摘下了自己的黑色面纱,我能清楚地看见,她不是个瞎子,而且是个很美的美女按摩师。 我连连道歉,然后给莎莎清理干净,然后给她穿上衣服的时候,这时候,盲女按摩师开始催促我,让我赶紧出去。 我很是奇怪,她说,看什么看,我来处理啊,不然这里乱糟糟的,留下指纹什么的,你会处理? 没见过你这种杀笔新手,不会也不知道问,不知道是谁把你介绍进来的,跟阿峰比差远了。 盲女按摩师把我骂了出去,然后我就只能灰溜溜地去了一趟厕所,洗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脏污,等我回来的时候,我居然听见了那个房间里又传来了沙沙的声音,怎么回事? 为啥又有声音了?不是说盲女按摩师在那里处理现场吗?这是怎么回事?我气急败坏地,想要冲进去,就在这个时候,突然间传来了一个声音,黄林,你怎么在这儿? 我当时忘了戴黑色面纱,身上也换了平时的便服,打算离开了,所以没暴露我在这里工作的事实,因为叫我的人是陈锋,他居然认出我来了,我也太疏忽大意了,居然被他发现了,可我着急的是,为啥那个盲女按摩师进去了? 沙沙沙就会传来奇怪的声音,这是为什么,见到我要闯进去,陈锋赶紧拦住我,哎哎哎,黄林,你别乱闯啊,人家客人在里面消费呢,别乱来,你想要消费,我可以下次请你啊,带你来,你自己来,也不跟我说一声,是不是剑波告诉你的? 说着,陈锋就把我给推了出去,一路到了会客室里面,陈锋就点烟,然后给我一根烟说,黄林啊,你出来玩,傻傻知道不知道,你知道不知道这种地方,其实不怎么干净,我哼了一声,陈锋,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,这地方不就是你开的吗? 陈锋笑了笑说,你不抽,那我抽,我没否认,这里是我的,但不是我开的,是我爹开的,我可没想开这么个地方,我窃了一声说,还不都一样,陈锋说,随你吧,可是你这样,就对不起沙沙了吧,你在外面这样乱搞,他知道了,你怎么解释? 不过,碍于我们是同学,是兄弟,我可以帮你隐瞒,但就这一次,我一听,心里就不爽了,马的,我是来抓你和沙沙的奸情的,怎么反倒是成了你帮我包庇了? 可他都这么说了,我还能反驳他不成,只能下次找机会了,他现在发现了我,我感觉,以后想抓他就难了,陈锋又问我,你怎么会去那个房间的? 你难道也看上了那个盲人女按摩师林烈? 我嘴硬地说了句,是又怎么样? 我怕暴露了我男按摩师身份,陈锋黑黑地笑着说,你可真会玩,这个林林确实有点不一样,不怕告诉你,刚刚那个房间就是林林和别的顾客在。 呵呵,你懂得?我听了她的话,我不由得冷笑,还想骗我,我是没抓到你而已。 不过,我告诉你,林林你可千万别碰啊。 陈锋说道,那林林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啊。 我问她,啥意思?她不就是个盲女吗? 陈锋嘿嘿地说,她可不是个盲女,她不是瞎子。 我假装惊讶地说,什么? 陈锋说,她不但不是个瞎子,而且还是正常女人,她不但是正常女人,而且还是个正常男人。 我愣住了,问她,什么意思?别发神经。 陈锋说,你没听说过雌雄同体吧? 在唐代还是宋代,有一个尼姑庵里面,就有一个尼姑,就是雌雄同体,然后里面很多尼姑怀孕了,这件案子好戏是惊动了很多人,因为从来没有男人进去过那个尼姑庵,他们又怎么怀孕的呢? 后来就查出来,其中有个尼姑,就是这种情况,是女人的外表,可是,却又有着男人的特征。 听了这个话,我直接惊呆,我大叫一声,什么?你说什么?你再说一遍,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女人? 那是女人,我跑了过去,掐住了她的脖子,我想起来里面传来了沙沙的声音,我惊呆了,完蛋了,沙沙她,她不单单因为男人把我绿了,还因为女人还把我给绿了。 你疯了?黄林,快松开我,我喘不过气来了,你想掐死我了,你这个疯子。 陈锋怒骂着我,然后松开了我,我已经跑了出去,等我跑过去那个房间的时候,盲人女按摩室已经结束了,我狠狠地推开了她,并且把她给掀开了裙子,我发现了跟陈锋说的一模一样,她看到我发现她的秘密,怒瞪着我,骂道,你有病?你是不是想死?你骂的? 她很有劲儿,想打我,可我看着睡在梦中被人给欺负了的沙沙,我就气急败坏,而且还是被个女人,气死我了。 我直接给了盲女按摩室里那一个嘴巴子,我怒道,去你马的,她是我老婆,我要告你,我要告你们这个美容院,我抱起了沙沙。 沉风这时候,和其他的保安,冲了过来,要拦住我,可是他们挡不住我,我指着沉风怒道,这就是你干的好事,你开的这么个破店,你绿了我老婆,我就是不跟她离婚,我气死你。 你还让她来干我老婆,你可真是有种啊。 沉风你就是个变态,也是个畜生,我要报警抓你。 我冲出去以后,沉风也没敢拦着我,那个盲女林林都惊呆了,我回到家后,把沙沙放下,我在浴室里洗澡,一边洗,一边无语地想着,这该死的一切。 我不单单被男人绿了,还被女人绿了,还是那样的一个大美女,居然有着男人的状态,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。 我打算离婚了,沙沙已经不干净了,甚至可以说的是,她真的是已经很脏了。 经过这件事,我通过剑波和她的朋友作证,以及我亲身经历,还有一些我拍的照片,我拿去交给了法官。 所以,沉风和林林这些人,想不认账都不行,他们涉嫌的违法犯罪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,最后玲珑范公关门大吉,我和沙沙也成功地离婚了。 当沙沙知道了,我已经知道了全部的事情以后,她甚至跪着求我,求我不要离婚,我告诉她说,我觉得你很脏,你不单单跟沉风有一腿,还跟那个林林,就那个女的,有一腿。 而且,林林静看守所的时候,当地的民警给她做过体检,她因为滥娇的缘故,早就感染上了H&V,你也早点查一查你自己吧。 我查过了,我运气好,我是没事,你要是出雷事,我可救救不了你了。 林沙沙当场脸色霜白霜白的,也不知道沉风是作恶多端,还是因果报应,因为林林的H&V,在那个美容院里的很多客人,还有沉风自己,也都感染上了不同程度的HPV和最致命的H&V。 反倒是林沙沙,这个懵懵懂懂懂的傻女人,居然运气好,没中了H&V,可是她因为恐异而导致了她疯疯癫癫癫的。 过了几年后,我去她老家问过她母亲,她母亲说她进了青山精神病院治疗,而说到健波和那个也做过盲人按摩师的朋友,我跟健波提过艾滋病的事,她朋友立马去检查了,也运气好没中招, 也说以后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工作了,健波和我还有她朋友一起喝着酒,哈哈笑着,回忆着当年的女神林沙沙,当年的校草沉风,怎么会是这样的下场,也许都是咎由自取吧。